是不是只要有動人都忍不住會想塞 其實這就是人的特性 更誇張一點的就是會放泥丘這樣子 太誇張了吧 想到就會蠻痛的了 他放進去之後當然他拿不出來 所以他會覺得膀胱會疼痛 排尿疼痛 而且會有血尿的狀況 所以他不得不來急診求診 要拿泥丘呢其實是有撇步的 什麼意思 那他泥丘是死來的活的 泥丘到膀胱裡面一定是死的 因為膀胱是缺氧的環境 所以他一定是死 但是你要怎麼拿出來呢 這個其實要有技巧的 大家應該沒有看過泥丘吧 有啦 吃三杯泥丘可能會有吃過 你會發現泥丘的頭那邊是有腳的 對啊 對 會刺欸 所以說你在拿出來的時候 你不可能抓他的尾巴拖出來 你把那勾勾整條尿到整個刮傷拿出來 是很難拿出來 而且會讓尿到受傷 被刮壞 沒錯 所以我們應該要從頭把它夾出來 才比較能夠保護到膀胱跟尿道 喔 所以不能從尾巴夾 要從頭夾這樣子 對 沒錯 其實這就是最重要的技巧 那夾出來是完整的一條嗎 蠻完整的一條啊 應該很臭吧 是已經沒有味道 但是就是個屍體 Oh my god 可能會有什麼嚴重後果呢 其實有時候會造成尿道狹窄 甚至就是膀胱也會受影響 狹窄之後呢 病人解尿就會困難 各位得不常識啊 得不常識 甚至在門診我們還會做一個酷刑 這個叫我們都說滅尿科的一個酷刑 就是我們會用鐵條 像尿道狹窄的病人 我們會在門診用鐵條 去把那個狹窄的地方撐開 放個幾分鐘再拿掉 就是讓它成形 讓它不要再狹窄 就可以解尿比較順利 像大家有沒有覺得比較害怕 有 阿阿叫吧 一定是很不舒服啊 每個病人來的時候 都最怕這一個酷刑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詩瑋 歡迎收看詩瑋愛健康的節目 在今天節目當中呢 我們邀請到的是遠從高雄而來 高雄醫學大學附射醫院泌尿科的 李湘瑩醫師 歡迎醫生 詩瑋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哇 醫生你穿帳子來實在太性感了 聽說啊 男生呢 其實是一個很容易有性刺激 跟性幻想跟性聯想的對象 比如說可能陌生女生不小心 回到她的弟弟 她都很容易會有反應是不是 對 她常常就是因為很多的想像的 想像的一個大腦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講過 人最大的性器官是在我們的大腦 所以她可以利用想像跟幻想的一個空間呢 然後增加她的一個興奮度跟刺激感 所以她會利用 比如說一個美女走過來 或是穿得很性感 她可能就會有一點反應的這樣子 靠著大腦的思考啦 但是那是男性正常的反應嘛 對對對 沒錯 OK 好 那請教一下李湘瑩醫師了 今天呢她要來跟我們分享一個 我覺得蠻有趣的故事 對對對 也是蠻驚世的故事 好好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之前我們有時候在臨床上會發現 有的男生很喜歡把異物 不明物體放入她的尿道裡面 尿道是龜頭的那個地方進去 龜頭的那個洞 那就是尿道口 那之前都有遇過放鉛筆啦 熱溶膠 甚至有 熱溶膠是什麼 就有點像那個矽膠的那個調 Silicon的調子 然後最近還有一個比較 更誇張一點的就是會放泥丘 這樣子 太誇張了吧 對 想到就會蠻痛的了 那她是怎麼樣來就醫的呢 她因為她放進去之後 當然她拿不出來 所以她會覺得膀胱會疼痛 排尿疼痛 而且會有血尿的狀況 所以她不得不來急診求診 所以她來的時候 是因為已經痛到受不了了嗎 已經是血尿 而且血尿非常疼痛 而且已經是尿不太出來了 那她有告訴你們真的是放了一個泥丘在裡面 因為這個一定要講 不然我們不知道怎麼幫她解決啊 而且其實呢 要拿泥丘呢其實是有撇步的 什麼意思 那泥丘是死的還是活的 泥丘到膀胱裡面一定是死的 因為膀胱是缺氧的環境 所以它一定是死 但是你要怎麼拿出來呢 這個其實是個要有技巧的 大家應該沒有看過泥丘吧 今天只要可以去看 吃那個什麼 三杯泥丘可能會有吃過 對對對 你會發現泥丘的頭那邊是有腳的 對啊 會刺欸 那所以說你在拿出來的時候 你不可能抓她的尾巴拖出來 你等於就是把她的那個 你把那勾勾整條就是受 把那個尿道整個刮傷拿出來 是很難拿出來 而且會讓尿道受傷的 尿道黏膜會整個受死 對會受損 被刮壞 沒錯 所以我們應該要從頭把它夾出來 才比較能夠保護到膀胱跟尿道 哦 所以不能從尾巴夾 要從頭夾這樣子 沒錯 其實這就是最重要的技巧 那夾出來是完整的一條嗎 滿完整的一條 應該很臭吧 是已經沒有味道 但是就是個屍體 Oh my God 那你們有問那個男生當初 為什麼會想要把泥丘塞進去嗎 基本上對於為什麼這件事 以我們以前的經驗 大部分病人並不太會跟你講說 他為什麼想放進去 不過我們都可以了解 因為就像剛剛講的 男生很喜歡靠一些方面的一些想像 或者是行為去刺激他的大腦 然後讓那個增加他的興奮度 那其實有些行為是可以推廣 但是像如果放異物在尿道裡面 這個其實真的是會受傷的 會有併發症 是危險的動作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不要利用這個方面 來增加自己的興奮度 所以其實男生在放這些異物進去的時候 並不會增加爽度 大家就是好奇想試就對了 再放下去的那個時間是興奮的 那個時間是興奮的 但是當你經過了興奮之後 他就變成了痛苦 所以他在通過尿道的時候 他是興奮的 但是他到了膀胱裡面 他拿不出來 他只能死在裡面 他就會讓他覺得刺激 會疼痛 會血尿 這樣就不興奮了 所以是從興奮到痛苦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就很像是 是不是只要有動人 都忍不住會想塞 其實這就是人的特性 就像現在有所謂的什麼柴額 就是挖耳洞 你其實去挖耳洞 有的人會覺得舒服 一樣的道理 那甚至我們在臨床上也有看到 就是有人還有塞過酒瓶 在肛門裡面 天啊 酒瓶很粗欸 而且棕林樹裡面不是有大臂嗎 這樣進去不會整個 是泰哥欸 就那個S光都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其實可見大家都會去尋求 這個動 就是他身體有動的地方放東西 這種情趣 這種興奮 而去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有啊 那個小朋友 如果你一不留意 他們也很容易會塞彈珠到那個鼻孔 或者是塞那個什麼小小小的 那個巧克力球的啊塞進去 這樣好像忍不住 就會很想要塞東西的感覺 對 沒錯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們還是可以利用很正向的 其他方式去增加我們的興奮度 我們可以用比較健康一點的 比如說看A片啦 用想像的空間啦 甚至DIY 又可以去訓練你的 陰莖的一個能力 然後又可以就是讓自己興奮 也是很不錯的方式啊 好 千萬不要去為難了醫師 這個對醫師而言都太高難度了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醫師剛剛所講的 這過程當中呢 都有可能會造成尿道的黏膜受傷 那到黏膜受傷 如果常常反反覆覆的話 最後可能會有什麼嚴重後果呢 對 其實有時候會造成尿道狹窄 甚至就是膀胱也會受影響 那尿道狹窄會很不好 因為病人 為什麼尿道會狹窄啊 因為它常常被受傷 受傷之後你想想看 你的尿道黏膜在 復原的過程當中 它會纖維化 那纖維化它就會硬化 那硬化之後 它那邊就會有一圈 就會有一些 縮縮的一個狀況 就會造成狹窄 那狹窄之後呢 他病人之後會尿 解尿就會困難 解尿困難 我們發現狹窄應該怎麼辦 我們只能把它切開 所以這個就是 你說把尿道切開 把尿道的狹窄的地方切開 就沾黏的地方 就很像是有疤的地方把它切開 你才能夠解尿解得順暢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會造成 未來很多的併發症跟問題 這會變惡性循環吧 切開還會再縫黏合 對 絲維真的是很專業 沒錯 這個就是狹窄就是切開 然後就是在重複 一直要做這樣的一個手術 各位得不償失啊 甚至在門診 我們還會做一個酷刑 這個叫我們都說 滅尿科的一個酷刑 就是我們會用鐵條 像尿道狹窄的病人 我們會在門診用鐵條 去把那個狹窄的地方撐開 因為把它撐開之後 然後放在那邊 放個幾分鐘再拿掉 就是讓它成型 讓它不要再狹窄 就可以解尿比較順利 這樣大家有沒有覺得比較害怕 有 可是這個是可以解一屎 就是只是一屎的吧 對 一屎的 之後尿大一次會撅回去吧 所以有的病人可能都要定期 回來撅一下 接受這個酷刑 天啊我的媽 各位如果你看一下我們的螢幕的話 你可以看得到呢 這個其實是我們的陰莖 陰莖這個這麼長 你的尿道也是這麼的長 所以那整條塞進去很不舒服吧 沒錯 按按叫吧 對 妳說鐵條嗎 對 一定是很不舒服啊 每個病人來的時候 都最怕這個酷刑了 還有這種酷刑嗎 對對 有 還是有 因為這是很好的方式 很好的治療方式 就把它硬撐開就對了 硬撐開就是不舒服這樣子 好 所以各位千萬呢 要好好的保護自己的尿道 不要隨意的刮傷他 因為等到他一結痂 反覆的結痂 惡性循環之後就很麻煩了 不過這是讓我想到一個故事 那我之前也是有遇到一個病人 他也是有狹窄的問題 那當然他也是一樣 他突然覺得用鐵條進去 他有一點興奮感 結果他居然沒有來醫院給醫師做正確正確的一個通的 這個鐵條通通尿道的這樣的一個技術 他自己在家裡喔 利用一些比較就是可能一些鐵條的方式 自己戳進去呢 自己戳進到尿道裡面去解決他狹窄的問題 就導致他未來更嚴重的一個後果 更容易更嚴重的受傷 其實更是更是不好的 對啊 各位尿不出來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對不對 好 所以請大家千萬不要隨便的去塞 他增加快感的方式有很多種 對 真的不需要靠這樣的一個方式 也要特別的來提醒一下大家了 我們也非常的謝謝李湘瑩醫師 謝謝 拜拜 謝謝